嗯 啊 玉婷说广东的也 广东早就是啊 广东不是新式的啊 不是最新的啊 金红召唤舍姐舍姐来了啊 好嘞 来吧 舍姐先清下评 欢迎今天准时到课的舍宝们 还有看回放的舍宝们啊 今天呢是咱们第13讲的课程 所以给大家带来的是 七选五技巧进阶的这个讲解 还有我们的语法板块 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 老师整个后级讲的一个安排 其实就是在为大家的期末考试 在做准备 读后续写加干要写作 是咱们的写作的板块 对吧 然后七选五 完形填空 略读理解 除此之外 连听力还有语法填空 实验会带大家进行练习 所以老师希望大家 马上咱就要考试的同学啊 不管是月考还是期末考试 你只要给舍姐好好复习 舍姐那时候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期末考试那节课呢 舍姐会把这些知识点 带给大家穿一下 就是为了希望各位宝子们 在期末的时候 能够拿一个非常理想的成绩的啊 好了来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温故知心 上节课所讲解的内容 大家有没有给舍姐复习啊 第一个单词 哪个是必不可少的 走起 一分啊 嘉玲说老师 我们刚开始讲非味语动词 是吧 嘉玲你是不是都会了 然后那个舍姐博士 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语法板块的复习的资料嘛 哎 非味动词那板块舍姐讲完了 你把笔记给舍姐从头到尾捋一遍之后 然后把那个板块的题都给舍姐去做了 听见了吗 快你班同学一步 是吧 然后学校老师讲的时候 咱就别听了啊 特别好啊 金鸿说舍姐我们非味语还没有讲完呢 是吧 那他们进度稍微有点慢了 来吧 大家学说一下 这样题我们正确大家选择的是 RB选项 Essential 它的意思叫做必不可少的 同意替换各位宝子们 之前给舍姐背过的 冲中背过的 Important 去把那个单词给舍姐进行替换 在脑子里更新 咱都高中了 对吧 咱不用那个初中词会 Important了 好吧 然后A选一下 Explore 这个单词的意思叫做探索 探索 如果有不知道的包子 需要给舍姐记下去 因为舍姐既然给大家写了汉语 就说明这个单词 它是咱们的高中避讳的词汇 Experience 这个单词 它有经历的意思 还有经验的意思 当经验讲的时候 它是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 如果当经历讲 那它就是一个可数名词 可数名词 这需要大家留意一下 好了 那么下一个单词 Indispensable 这个单词的含义是什么呢 走起 两分啊 蔡志玄说 我们飞飞语就一节课带过了 天哪 萧子成说 老师我们学校里讲完了 那我真的是一点没有听懂啊 学校老师如果没有给大家讲 也没有关系 反正你们有舍戒 对吧 但如果说学校讲的很简单的话 你有舍戒 舍戒给你讲的很清晰 对吧 学校给你讲的很复杂 你依然有舍戒 舍戒给你讲的很简单 你们就给舍戒练就好了 来谁说了 老师看到咱们的正确率是83% 说明上节课的内容 83%的同学 都有给老师追按时去复习了 所以那17%的宝字 赶紧今天把回报给谁也补上去 这个单词的意思叫做 不可或缺的和那个重要的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单词 Undoubtedly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什么呢 Doubt这个单词本身是怀疑 那前面加上了个否定词 这个比较简单了 来吧 直接送分了啊 小雅说老师 飞渭语我就没有懂过 是吧 那你就好好听舍戒的 就OK了啊 文振说 飞渭语我们班好多人不会 连渭语和飞渭语都分不清楚 老师跟他说 如果想学明白飞渭语动词 就必须要知道 渭语动词长啥样 他俩的本质区别是啥 否则一天 一个乱 金鸿说 学校就是一点一点讲 对 之前是给大家分享过 咱们的飞语动词 如果在学校听的话啊 要经历五本书 十一个单元 才能把飞渭语的语法 知识点全都讲完啊 是全都给大家讲完了 即使给谁也复习就好了 然后前面加上 一位否定词 就是不怀疑呗 不怀疑就叫做 无疑肯定 无疑肯定 来接下来 alternative这个单词的 含义是什么呢 然后alter这个单词 是他的词根 词根 想想舍姐怎么讲呢 来走起 夏琳说 我唯一一节 在学校听懂点的课 就是飞渭语了 是吧 咱听不懂 也不强求啊 反正你有舍姐啊 把舍姐的课 必须得给我听得 明明白白的啊 哪不会下去去盘 咱们的辅导师 三 二 一 收了 这个题错的稍微有点多啊 alternative这个单词 它既是形容词 它也是名词 叫做可替代的 或者是替代物啊 当时上一回家讲写作的时候 还和那个choice一起讲的 你有选择啊 你有可替代的物品 是吧 都是一个样子的 都是一个意思 接下来最后一个单词 哪一个是登记呢 走起 登记 登记 哈喽 言好 世界看到你咯 三 二 一 收了 登记这个单词 正确的答案 我们选择就是A选项 register 它的意思叫做登记 这设计RB选项 regard 这啥意思啊 它 我们把它翻译成 是 点点点 为 然后常用的那个短语 叫做 regard as 是 点点 为 点点 是点 为点 然后respect 这个单词的意思 respond 尊敬 尊敬 来吧 接下来 谁得说一下 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安排 先给大家讲 七圈五的一个 单题的一个技巧 然后带给大家进行 全篇的一个 七圈五的这个训练 最后一个板块呢 为大家准备的是 咱们的语法填空的 全篇的 十个空的这个练习 来吧 那我们先说一下 我们的七圈五 七圈五这些课 是也先 优先给大家讲什么的 叫做 一问一答 不分家 它是我们整个 十二个解题 技巧当中的一个 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老师 给大家拿一道题 我们拿到这题之后 迅速给老师看一眼 空格后边这个句子 这是咱们广东省 梅州市高一下的 三校联考题 拿到后面这个句子 大家迅速给老师扫一眼 叫做 Legendary 这个单词的意思 就是传奇 神奇 神话 那个传奇 排球教练 郎平的这个传奇 是吧 Give the answer 给出了答案 大家现在给老师 迅速扫一眼 这个单词 answer 它的意思叫做 回答答案 对不对 那既然是回答你了 那我前面没有问的话 你怎么回答 所以在这里 神奇给大家一个解题方法 叫做一问一答 不分家 你前面如果有问句 你后边就应该 有回答的句子 那如果人家后面 明确给你写着 答案是什么东西 那你前面如果不问 人家后面哪来的答案呢 神奇 是清楚吗 所以通过这个题的 一个暗示 叫做The answer 告诉神奇 我们可能会选的选项 有哪些呢 来评论区里 给谁刷起来 嘉玲说 我们这边的题是吧 下面选项当中 哪些可能会进行选择 非常棒啊 来诗姐给大家 三秒钟的时间呢 3 2 1 不要给诗姐 从头到尾先去翻译啊 西服说 诗姐A和4D 选一个是吧 非常好 锦衣A和4D 周燕燕非常棒 雷欢 文振 齐同 超级棒啊 田玉飞 诗姐答案 应该在A和4D选项当中 为啥 因为只有这两个选项 它末尾是问句 其他选项根本都不是 就是正常的一个陈述句 所以老师呢 这时候 A和D 我到底应该选哪一个呢 所以这时候 大家要给老师 认真的看一眼 这个句子 他在跟大家聊什么 然后我再看 我给他安排 那个句式是什么 大家迅速扫一眼 空格后面这个句子 他说 郎平给出了答案 对不对 然后老师 那这道题 咱答案应该选择 A选不这样吧 因为A选项 他说的就是 郎平 他们俩有一样的词 所以我觉得 应该就选他 我们看一下这个逻辑啊 人家题目 上面那个句子问的是 谁是郎平啊 这个传奇的排球教练 郎平给出了答案 郎平自己给答案吗 对吧 所以A选项在这里 符不符合我的逻辑 他绝对不符合 你一定不能问是 郎平是谁呀 然后郎平给你的答案 对吧 所以A选项在这里面 就被我们排掉了 我们不应该选他 那这老师 私底选项就一定正确吗 所以大家要把 私底选项给老师 带进去看一下 他否不符合 前后句的这个逻辑 实际从来没有 跟大家说过了 哎呀 那个排掉了 那个答案 啪就直接选就完了 咱们为了保证他的正确率 这一道题2.5分呢 对吧 我们看一眼 私底选项可以过 What makes one a great person 什么使得这个人 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呢 然后后面紧接着说 传奇排球教练 郎平能够给予出这个答案 就郎平能 从郎平这个故事身上 我们能就给你解释出来 到底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伟大的人 老师 那后边这个逻辑服务盒呢 大家不用老是从头到尾看 你就大概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个东西 展示了郎平的 inspiring 鼓舞人心的 那既然是鼓舞人心的 难道这个人 他对应不就是一个伟大的人吗 为啥伟大 因为他能够鼓舞人心 谁解释清楚吗 所以这要题 正确的答案 我们选择的就是私底月项 那么这是谁给大家讲解的 一问一答不分家 大家理解了没有 如果理解了 来评论区里 给舍姐刷播 数字6 这一页给舍姐结一个评 啥叫一问一答不分家 后面人家有答案 你前面就应该 给老师选取问句 那其他的那五个选项 咱直接排掉了 不可能作为这种答案 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的语言逻辑 那这道题呢 是一道咱们高一下的一个模拟题 接下来呢 谁给大家上一道 这是咱们19年全国一卷的高考真题 拿到之后 迅速给谁扫眼 空格后边的句子说的是啥 According to recent studies The answer is a big yes 来吧 给世界看一下 后边这个句子说 The answer 那个回答 那么按照谁给大家讲解的那个逻辑 叫做一问一答不分家 你们觉得答案可能会选择有哪些 不着急选择正确答案 不着急选择正确答案 非常非常好啊 齐刷刷给世界刷出来了 我就直接点同学上榜了 点到谁是谁了 反正我感觉大家刷的全都正确啊 这个BE啊 齐刷刷一片 为什么选BE 因为有answer啊 你既然有回答 你前面就一定有问过 对不对 所以这要提我们答案锁定 要么2B选项 要么1选项 所以直接排掉了5个干扰选项 老林家说你真没有必要翻译 你把另外5个翻译的跟花似的 翻译的特别标准 它也不可能作为我们的正确答案 舍舍清楚了吗 那么接下来2B选项和1选项 我到底应该选哪呢 我先不说 大家给老师思考一下 我给大家发学看啊 走起 你们自己看选哪个 选哪个 之前说这也太快了 是吧 正确率舍舍看到的啊 目前是75% 75% 4分之3的同学都能给老师做对 是吧 那做错的同学咋回事呢 来舍舍收了啊 3 2 1 你说老师同样是问句 我这要提答案 我为什么不能选择2B选项呢 你在等什么呢 答案是一个大大的yes 大家把眼睛搞瞪大了啊 你看他回答说 答案是一个大大的yes 既然你回答 你在回答yes all no 那你前面的问句 就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问句 就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问句 是特殊疑问句 还是一般疑问句 评论区里给谁也刷起来 如果是特殊疑问句 刷1 一般疑问句 刷2 回答是yes or no 对吧 那你的问句就应该是啥 特别好 超级赞了啊 所以赵提你说咱翻译了吗 没呢 就从语言逻辑 咱能知道哪一个才是我们的注意答案 非常非常好啊 来老师抓宝子们上榜啊 汪星辰 某某某 智选 伟伦 特别好 伟伦给我敲了个五 是啥意思 是吧 讲单 中泰非常棒 舍姐应该是用一般疑问句 翻得漂亮 如果是特殊疑问句 你等啥呢 你的回答就应该是 我在等待什么 而不是yes or no 比如说舍姐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的回答一定是 我的名字叫啥 而不是 你叫啥名 是 不是 深泽性了吗 所以这道题我们把2B选项排掉 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E选项 选逸 我们为了百分之百的确定这道题答案 一定是E选项啊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你后面说回答是一个大大的yes 对吧 如果这个空气质量 在你们的这个区域是好的 哦 他在跟你聊空气质量 对不对 然后空格前面再告诉你 go out and get some fresh air 让你出去去呼吸新鲜空气 如果E选项真的作为我们的证明答案 我们要验证一下各位宝子嘛 E选项上来就给你弄了一个转折词 but but 对吧 那我们要看一下他的逻辑是否符合 对吧 来but表转折放在这里 他说新鲜的空气真的像你妈妈说的那么好吗 所以转折之后 他在对你提出疑问 他在质疑你 所以这一部分 他应该是负想的 那么人家前面 but之前的句子就应该是正向的 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向的 初起呼吸新鲜空气 但是那空气 真的就像你妈妈说的那么好吗 对吧 孩子赶紧出去跑一圈 别在家医学学一天 对不对 然后根据最近的调查 回答是 yes 挺好的 如果你那个区域是空气质量还不错 那你就是 你妈妈说的就是对的 是吧 这个逻辑是解释清楚了吗 好了来 这道题没有问题了 彻底通透了 评论区里get 给谁刷钱 我先说一下整个这道题的逻辑 第一个线索就是空格后面 人家给你放了一个 the answer这个单词在这摆着呢 你要给我选问卷 然后第二个线索就是 人家回答 回答的是yes or no 所以你要给我选一般疑问句 对吧 第三个线索 我们用的是but 表转折来去验证 它是不是前后是相反的这个关系 搞定了这道题 非常好 介绍下来 下面这道题 这是咱们19年的全国二卷的高考真题 你会发现 无论是模拟题还是高考真题 它都有戳 所以这个逻辑 大家不要着急上来说 老师我把整个这个段落都翻译了 我把下面选项的句子挨个往前带 大可不必 你可以给老师翻译 但是你的翻译一定是排除掉干扰选项之后的翻译 空格后面 我们先扫一眼这个句子叫做more than that 除了那个之外 比他之外 是吧 how should you stay motivated to achieve the goal 除了那个之外 你如何保持咋咋地 除了那个之外 那个是哪一个呀 对吧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 大家理解了吗 评论区里来给谁的迅速桥野 我们大概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放在这 more than that 相当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递进的结构 我今天吃了一碗米饭 除此之外 我还吃了啥啥啥东西 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递进的结构 干得漂亮 来我要抓宝子们上榜了 严毫一起匆匆干得漂亮 十减 咱们答案 是不是应该在2B选项和4D选项当中去进行选择 是的 为啥 因为这俩全都是问句 所以让其他同学去从头到尾给老师翻译去 你就把这俩给我看好了 到底哪一个应该做我们的证据答案呢 来大家迅速给老师扫页啊 除此之外 我前面问你一个问题 除此之外 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逻辑它才能接得上 老师接着就说了吗 那我们看一下2B选项 4D选项 老师这都是so啊 这都是so啊 我到底选哪一个呢 之前舍姐给大家讲解过一个解题逻辑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 空格后面这个句子里出现了一个 The goal 遇见德加明 前面去找这类名 这得是舍姐的老生啊 咱们才有听过啊 高一上的时候是给大家讲的 德加明词出现 舍姐在这里说一下啊 那就说明我前面应该有提到过这个词 而且这道题非常明显的一个点就是 我这个目标 什么样的目标 我后面没有定从句 我没有那个修士词 所以这个the加明词出现之后 我前面一定有提到我这个目标 然后我才能说 这个目标 读者才能把逻辑接上去 否则读者就懵了 你既然是第一次提到这个单词 你为什么不用 或者是安家明词呢 这是各位宝子们 初中或者是小学的时候 就给舍姐学过的一个一把点 OK了吗 所以既然这个单词在这摆着呢 这个目标就一定前面有提到过这个目标 那有没有呢 你说舍姐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咱答案是不得选择的是 四地选项呢 因为四地选项在这里明确给大家放了一个叫做goes 看见没 来老师在这提醒一下各位宝子 我前面这个句子 我问问题 我用的是问号 没问题 但是我前面说的是一个名词复述 然后我后边说那个目标 哪个目标啊 作业帮有非常多的老师 我超级喜欢这个老师 哪个 你说老师那咱俩在一起 我指着你啊 作业帮咱们那个豪课在线 也有这么多的老师是吧 我就喜欢这个啊 这个图像里的这个老师是吧 那我知道是我 可是咱们看到的这种七选五的题目 各位宝子们 没有图 没有图 所以你在这说你这个目标 你前面是一堆名词 然后你说这个目标 是这一堆里的哪一个呀 哪一个呀 对吧 你老师 那如果是指其中一个 如果是指其中一个 那我应该用的是one of 这些目标当中的一个 我没有具体说哪一个 但是如果他用的是the 他强调的就是这个 它是特质 谁知道清楚了吗 所以告诉我 赵提在这里大家学哪个 我请 点的挺透的了吧 严谨说老师 为什么我现在做的考试题里 没有遇到这个the呢 老人家说没有遇到也没有关系 因为咱们这么多年的高考真题 七选五一共有12个解题逻辑 他不可能说每一次考试 我都用这些逻辑 我全都给用到了 对吧 我也不可能说每一次 来我这次我用了逗号 下次我还用逗号了 对吧 我这次用的是那个 有the加名词的 我下次还用的这家名词的 就看他用这12种当中的哪一个 我们只需要把他 把他这12种解题方法 我全都学了 你考我哪一个 我都会 舍姐姐就清楚了吗 好了来 哎呀妈呀 这谁呀 给舍姐做错了 三 二 一 说 是谁还在给舍姐 选择四地选项呢 我再解释一遍啊 好课在线有非常多的老师 我就喜欢这一个 这一个是哪一个呀 读者光听你这个文字 他能知道是哪一个人吗 他不知道 你要说老师 这么多好课在线的老师 我喜欢其中的一个 你如果喜欢其中的一个 咱们就得用one of 你用了的 他就是特指 他特指 那家名词 咱小时候学的咋学的 特指前文提到过的 我第二次再提到这个人 或者物的时候 我才会用的 对不对 如果是第一次 我就用呃或者安辣 舍贼而庆负满 所以这个时候 四地选项能不能选 不能选 你别看有这个名词出现 但是它是附属 我后面说这个 读者还是不知道哪个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验证一下 二地选项到底对 还是不对 所以你如何激发你自己呢 第一个问题 除此之外 你如何保持被激发的状态呢 就是首先 你第一步 你要激发你自己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激发成功之后 你如何保持一种 被激发的这个状态 就持续的时间更长呢 舍贼尽数了吗 好了来 这道题没有问题了 评论区里给舍贼刷一波 懂了 咋没有懂了 咋了是吧 直接给舍贼刷一个get 非常棒啊 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逻辑 带进去呢 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激发自己 然后保持被激发的一个状态 好了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16题拿到之后 给舍贼迅速看一眼 空格后面 这是陕西宝鸡市的 高二期末实体 空格后面这个句子 我们迅速扫一眼 The reason is that 理由是 It turns us from dumb animals into artists 理由是他把我们从笨笨的动物 变成了艺术家 大家现在给老师评一下这个句子 他说的是理由是 怎么就突然说成了理由是呢 你前面啥都没有 正常说句子 然后我跟你说理由是啥啥啥东西 所以我这个位置应该缺一个啥 我们这个位置应该缺了啥 你不问我 我能跟你解释理由是 你问我舍贼 这道题答案为什么选择2B选项 我的回答应该是啥 原因是什么东西 对吧 那大家想 我就突然这个句子直接出现了原因是什么东西 那你给老师反推这个逻辑 我前面是不是应该得问你 你才能回答我原因是啥 所以这道题真的是直接送给各位老子们拿分 来五分走起啊 你没说老师我刚考完期中比上次月考高了是吧 然后等成绩出来之后啊 迅速告诉我们的辅导老师 咱们进步了多少分 然后这个排名是怎样的啊 然后也一定有同学说老师 我考的不怎么好 考的不怎么好 一定也要去找我们的辅导老师 一起去分析一下 老师我这一题为啥错这么多对吧 考的不好更要问 更要问啊 来吧 谁说了啊 3 2 1 是谁刚刚问我 西部说舍姐能不能翻译一下上一题的私递选项 那舍姐把这给大家做完之后 我再带你回去看一下那个私递选项啊 来吧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啊 既然人家说的是理由式 你一定问过我 你不问我我怎么来的理由式 我怎么就突然就给你解释了 对吧 所以这道题下面选项当中 直接给舍姐按照一问一答 不分加去做 只有A选项 是问卷 那这个时候咱也不能掉以轻心 对吧 咱得验证一下 我这个A放在这 它到底对还是不对 我要确保这2.5分 我一定可以抓在手里 来吧 那我们看一下空格后面啊 小老师 理由是他帮我们从笨笨的动物 变成了艺术家 为什么这个选择是如此的伟大呢 为啥 因为把笨的小动物都变成了艺术家 那还不伟大吗 对吧 老师那我这块我没有看出来 如果大家没有看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接着往下来 我们可以接着往下来 后面这个句子叫做 选择变成了工具 空前也在跟你聊 选择是一种能力 去做什么样的选择 对不对 来你看A选项 也是不在跟你聊选择 所以从主旨大义这个角度 我们去看的话 空格前选择 空格后也是在跟你聊选择 那我这个位置 大概聊的也应该是和选择相关的 对吧 选择是一种 能够进行一些行动选择的能力 然后为啥那个选择是如此的伟大呢 因为它可以把我们从笨笨的动物 变成一个艺术家 逻辑完全符合 舍姐是清楚了吗 来这道题没有问题了 数字7给舍姐刷起来 数字7给舍姐刷起来 好嘞 然后回头看一下西服刚刚说老师那个4D选项 我们翻一下 那舍姐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4D选项排掉的那个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尝试设定一些特定的目标呢 除此之外 我们要如何去激发你自己是吧 这儿我们设定目标 后面说你保持被激发的状态 你会发现人称它也不一致 舍姐姐清楚吗 西服来这儿跟上舍姐的逻辑了 评论区里给舍姐刷一个OK啊 刷一个OK 因为刚刚肯定是想选4D了 然后舍姐给排掉了是吧 那我想知道一下它的意思对吧 我们如何设定特定的目标呢 那除此之外呢 那后面在这儿问的话 应该还是我们应该咋地 然后结果它突然跑到了你们 所以肯定不对的 好了 那么这道题是也带大家搞定了 回头接着往下来 到下面这道题 这是咱们2020年广东省朝中市的 高一期中英语诗题 高考真题以及模拟题 是全都给大家放 高一的题我也给你们放 高二我也给你们放 高考的高考之前的那个 一模二模三模 实际也会给大家放的 来这道题拿到之后 也是迅速给舍姐看一眼 空格后面这个句子 再跟大家聊啥 就像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决定一样 studying English 学习英语 它必须是一些 你很想要做的一个事情 然后这道题呢 舍姐特别建议各位同学们 要给老子看一眼空格前的句子 为啥 因为空格前的句子非常非常明显 它是一个问句 所以这道题拿到之后 我相当于空格前我也看了 空格后我也看了 对吧 空格前说的是什么呢 问一问你自己 Why do you want to study English 你为什么要想学习英语呢 然后紧接着后面说 就像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决定一样 学习英语 它得是你想做的事 你会发现前面有问 后面有答 对吧 对老师那我这个位置 我应该放啥呢 一问一答 它不分家呀 对吧 现在一个 这老师有可能是问 也有可能是答 对不对 有可能这个问句子和前面是一样的 也有可能从这个问号开始 它开始就是答了 是不是也行 对不对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问一下各位保子问 咱们先验证问 还是先验证答 先验证问 还是先验证答 小军说 舍姐不是一问一答吗 是吧 你这相当于两问了 是吧 我这个一问一答呢 就相当于 你问一下 我答一下 这个逻辑 不是说只能一个问题 一个回答 所以说清楚了吗 如果你先验证 你验证哪个 你肯定先让你问句 为啥 因为下面选项当中 问句少啊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下面七个选项 有五个全都是问句 然后有两个是陈数句 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所以你一定优先 给舍姐去验证问句 好 再说一下这道题的解题逻辑 我们正常看一眼 空格后边这个句子 那么为什么空格前这个句子 舍姐要看呢 因为它恰好是一个问句 按照舍姐给大家讲的逻辑 一问一答 我们不分家的 对吧 那既然是不分家 所以我们这个空 有可能考察的是问句 就我前面问你两次 然后我回答 也有可能这题考的是 直接在第一个问句之后 让你回答了 我回答两次 对不对 行不行 也很有可能 那我们一定优先验证的是问句 那么下面选项当中 我们直接眼睛给舍姐登到 这一选项 看这一选项对还是不对 如果它不对 我再看别的 如果它对 我啥都不说了 舍姐姐的情况吧 来吧 那么这选项当中是这样跟大家说的 叫做 Is it because you want to 是因为你想吗 还是因为某些人想让你这样去做 按照老师给大家讲的主旨大义必复现 告诉老师 这些项你觉得对还是不对 来对给我敲一 不对敲二 正确敲一 不正确敲二 问你自己 是吧 为啥想学英语 是因为你想吗 还是某人希望你 是吧 某人想让你去学 对吧 非常好 第一个直接正确了 为啥 完全符合我们的句子逻辑 咱前面这个句子问的就是 为什么 对吧 你回答那个句子 是不是也应该说 because 对不对 因为 只不过是他在这里呢 又给大家来了个句子 叫做 你是因为这个 你还是因为这个呢 然后最后 开始正确的回答是 因为它是一些 你想要做的事 而回答这个句子当中 你想要做 它恰好就是 人家问的问题当中的一个 所以逻辑完全符合 首先有why 我们对应的是 because 回答这个句子里头 就是我们问句子当中的一个 是你想要做 还是 你的 朋友 是吧 亲戚 家人 想让你做 所以说清楚吗 来这道题 你眉毛病 评论区里 三个 眉毛病 给谁刷起来 眉毛病 刷起来 搞定了 那这是石姐给大家 这节课我们讲的一个新的解体逻辑 叫做一问一答不分家 不是说固定的 就一个问题 一个回答 不是 也有可能他前面 叭叭叭叭 问了一大串 然后我后面才回答 对吧 然后也有可能他问了一个问题 我可能回答两个句子 这也都是可能的 我们要看到这个句子结构 在一问一答不分家这个基础上呢 石姐还带大家复习了一下 我们遇见大家名前面要找这个名 还带大家复习了我们的主旨大义必不现 就是同为一段 讲解的内容它是一样的 所以会有一些词反复出现 会有一些意思是一样的 它给你进行了同一替换 那么接下来呢 石姐要带大家练习的 就是我们的全篇的一个七选五的练习 在这里呢 石姐给大家准备了两篇 准备了两篇 第一篇是咱们2021年 湖南师大附中的高一期末 七选五的题目 另外一篇呢 石姐给大家准备的是 2018年的全国卷的高考真题 也就是说 一个是模拟题 期末卷 另外一个是高考真题 石姐讲的方法 我希望带着你们都留下 来吧 那我们先说第一个 先说第一个 湖南师大附中的这一题 拿到之后 应该怎么办 按照实际之前给大家讲的 就是 蜆子专挑软的捏是吧 我要先捏软蜆子 这五个题里头 有没有哪个题是比较简单的 我可以上来直接做的 对吧 这样可以帮助我后面 选择其他的题目的时候 缩小我们选择这个范围 对不对 石老师 那软蜆子长啥样啊 对不对 老师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我把软蜆子呢 给大家标准出来了 就空格后面有出现 人对人物对物 单负对单负的 男他女他 是吧 他们你们 我们 这种都可以帮助我们解题 遇到德加明 尤其是那个德加那个名词 它是一个具象的名词 这个沙发 那个版 对吧 那这种可以给老师去前面 直接去找 还有述词前后要呼应 这是舍姐之前 我给大家讲的 接下来呢 因斯带前后必相反 我专门还给大家讲的 这个单词 它本身的意思叫做相反 所以它用的时候 通常是前肯后否 前否后肯 这在咱们2022年的 高考真题当中也有考 舍姐这么说吧 因斯带前后必相反 我们最近三四年的 这个真题当中 每年都有在说 每年都有在说 那这个就其实是属于 一个软舌子 空格后面出现了 我们就要给它按住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句式结构 要整齐 比如说那种小标题的题目 前面三个 全都是起始句开头的 那我们下面那道题 选择的时候 也应该是一个起始句 那么句式结构要整齐 除了这种标题之外 包括我们句子当中 这个结构 一会儿时也会带大家 去看一下 会什么样子的 还有如下数字和建议 其实通常它出现在什么呢 我们的手段 靠尾部的这个句子 有可能是最后一句 也有可能是倒数第二句 下面的文章当中 它一定是像小标题一样 给大家列出来 一二三四这种 这也是之前给大家讲的 然后逗号半句配整句呢 在咱们去年的 2022年的高好真题当中 也考了 而且那道题 它是和 Instead前后 并想法一起考的 它既 逗号后面 有 有逗号是吧 横线逗号 而且逗号后面的 第一个单词 就是Instead 这咱们去年高好真题 有考的两个大招 相结合了 然后另外呢 就是老师 这也可以给大家讲的 一问一答 不分大 不分大 嘴都飘了 不分家 这几个呢 是属于我们的 比较明显的 那种软柿子 可以空格空面 看见了 直接就给师姐抓 稍微有一点 需要各位同学们 老师思考的逻辑呢 就是 主指大意 必复现 有可能是同词复现 有可能是同一替换 就像我们在做阅读 理解题是一样的 另外 前后同时态 过去或现在 这个啊 其实也有点像软柿子 但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很有可能说 老师这里头有两个 有三个 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不把它 当成软柿子 我们可以帮助 我们去验证的时候 我们再用它 判断逻辑 找正反 是师姐没有给大家讲的的啊 但是我们遇到的时候 是都给大家提了 比如说前面给大家说过了 but表转折的 对吧 逗号 空后有力 不高盖 这也是未来咱们高二 是也会给大家进行讲解的 来吧 那我们先看这个软柿子 大家就可以回头 给老师扫一眼 我们刚刚的 湖南师大附中的这道题 哪个软柿子 一定是第五个扣 为啥 因为这儿起始句 thinker 第二个 ask yourself 又是个起始句 包括write down 还是个起始句 所以第五个空 挖空位置 我们要选的 就应该是一个起始句 起始句是什么样 开头的赖章 评论区里给谁刷一波 起始句是什么样 开头的赖章 起始句是什么样 开头的了 严林说老师 我现在的成绩退步了 是吧 严林你下去 一定要去找辅导老师 聊一下这个事情 严林听到了吗 严林是谁的学生 是哪个辅导老师的学生啊 一定要跟严林聊一下 把试卷分析一下啊 我不知道是你的诱语成绩 下来了 还是所有的科目的成绩 都下来了 但是舍姐跟你说啊 我这负责英语 你一定要找辅导老师 去把你的英语识卷 给我聊一聊 听到了没有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眼第五题 选起始句 可能会选的选项 有哪些 给舍姐评论区刷起来 非常好 一说起始句 大家都给老师刷出来 起始句就是 以动词原型开头的句子 干得漂亮 西夫说 主课里面 英语现在是最高的 是吧 西夫现在多少分了 你必须给我整到140家 英语这个学科 必须给我弄到140家 来 我要抓宝子 我们上网了 谢宇墨舍姐AB 飞宇干得漂亮 阿森AB 星辰 横玉舍姐AB 柯瑞 陈露 金月 死者 全体A和B 说明大家对于 找七日句这部分 没有问题 A create 动词原型 have 动词原型 其他选项用不用看了 根本不用看了 看也是浪费时间 所以就清楚了吗 那么这两个 老师我到底应该选哪个 接下来我们再判断的话 就应该使用 阻止大义地附线了 就你空格后面这个句子 你讲的是啥 对吧 我得选一个能够配得上 你这个句子的一个 大概核心意思啊 来我们看一下 Site Dial Dial 有印象吗 Dial 就是那个死线 死线就是截止时间 这清楚 说清楚了吗 设置一个截止时间 对于你的短期的 以及长期的目标 哦 那所以这道题 我们答案写哪个呢 走起 看一眼 A和B啊 李梅说 我们班有个男的 英语 好牛 他就靠英语这一科 在前五名 是吧 李梅 你也可以给Site做到的 因为英语这个学科啊 Site就是以一个过来人的 这个感受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是他的付出 他真的是有收获 他不像 就是我感觉 我上学的时候 这个理科 这个公式啥的 我都明白了 但是我一做题 我还是不会 就是这种 这种丢 来吧 谁受了啊 感觉这个学理科 还是需要点天赋在当中 那么这道题 我们正确答案呢 选择的就是A选项 A选项叫做 创造一个时间线 Create 这个单词 它叫做创造 同意替换 Set 设置 时间线 保子们 Tambline 和Deadline 也是个同意替换 所以这道题 正式答案 我们选择的就是A选项 而2B简设说 Have a good mood 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情绪 我这儿在跟你聊 设置时间 截止时间呢 你再跟我聊情绪 根本不是一回事 谁在这儿清楚了吗 好了 那么这道题搞定了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看这个 学姐又讲讲 又忘了 休息了 那么这个课间呢 学姐要先要表一下 我们班子 我们班这个 优秀的宝子们 超级超级赞 润轩老师班的 甜心 甜心在不在 还得有逻辑思维 确实是这样的 然后你敢相信吗 我读后续写 平均在5分 那么舍姐看到你 读后续写 如果在5分的话 我看到的不是 你差 舍姐看到的是 你进步空间 非常非常大 你但凡给舍姐 把读后续写 这个板块 稍微听一听 正好舍姐上一课 就给她讲读后续写 甜心 你听完之后 舍姐跟大家说 你一定是可以 给舍姐上个15 就是你的英语总分 至少你能 给舍姐加一个10分 所以我看到你们 读后续写分数 如果很低 舍姐非常非常开心 为啥 因为你的空间会很大 而且这个板块 你会非常容易 进步起来 现在100分的 这个卷子呢 我能固定在 50分左右了 应该也算是 一种进步吧 毕竟我刚开学的时候 第一次考了29分 第二次考了39分 大家看啊 29到39 每一次都在进步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后面 一直都是在40分左右 没有办法打破这个魔咒 是吧 然后最近一次考试 我们现在能够冲到50了 100分能够给舍姐拿到一半的分数啊 那就相当于150分 大家老师大概拿一个75分左右 这舍姐觉得还OK的 咱们一点也来 咱们不跟其他同学相比 咱就跟自己比 舍姐清楚了吗 你下次 咱期末考试的时候 你就给舍姐从50分到60 你就集合了 舍姐说清楚了吗 邓雅说老师 我每次最多进步五分 是吗 进步五分 也是很大的进步 你只要有进步 就是OK的 好了 来舍姐接着表扬了 李梅说我后桌 每次都是化学生物第一 是吧 好了 接着往下来 还是我们的 润轩老师班的 翠仪 翠仪在不在 翠仪是从68.5分 现在已经能够给舍姐 考到了86.5分 进步了将近20分 我觉得英语也是这样 因为他们前面 在分析他的这个数学 然后正好顺便 分析到我们的英语 然后我英语上次跟你说 我是考 60多分 70多分左右 是吧 然后这次我英语考了 86.5分 进步了将近20分 错的比较多呢 就是ABCD的四个选项 作文感觉还行 然后还有单词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ABCD的 这是因为是发的语音 我们的福德老师 帮老师给转换过来了 ABCD是强调的是 阅读理解 对吧 那么阅读理解 如果你也是得分析到这儿的 咱马上就要到 及格这个分数了 那ABCD 四篇当中 哪一篇错的比较多呢 我们再具体的分析一下 然后错的比较多的那一篇 我主要集中错的是什么样的题 比如说老师 我错的是细节题 我在找词的时候 我是有问题的 老师 我错的是主旨题 我在概括它的首尾的核心的时候 我是有问题的 你一定是可以给老师分析出来的 老师 那我看不出来 如果你看不出来 你就把这些事情交给我们的润轩老师 交给我们的辅导老师 这是咱们班的润轩老师班的一个同学的问题 如果咱们班其他的同学也有这个问题的话 一定要发给我们的辅导老师 OK了吗 好了 那么设计接着往下来 聊一下我们军军老师班的杨硕宝子 硕宝 硕宝在不在 老师 我这次成绩有所提升 虽然不是很多 上次是75 这次是84.5 这进步还少啊 这进步了9.5分 咱如果按照这个节奏 每一次考试都进步10分左右 所以大家说你这个好成绩 这也马上有10分了 对吧 而且总排名也上升了 这一点太重要了 之前一直都是200多 这次是70多 记不清是接着几了 所以跟大家说排名 它真的能够体现出来 尤其我们光看分数 老师我这次退步了 对吧 比如老师我原来120分 我这次才考90分 我这考的太差了 是不是我这段时间 我这学的不太行啊 老师跟他说不一定是你的问题 有可能是这个试卷 整体难度增大了 所以你一定要从排名这个角度 去客观的分析一下 我到底是真的有退步 还是我们这个试卷有问题 你自己分析不了 就向咱们这个福导老师去请教 所以必须要表一下杨树宝字 非常非常棒 然后继续给舍姐往前冲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语心宝字 语心在不在 英语92分 老师我终于及格了 是吧 校排名75 班级排名12 排名12 总的这个名次进步了110名 非常非常棒 和原来相比 然后一看到这个语心发的 这就应该是在问我们福导老师 这个读后续写这个问题 特别好 真的超级好 大家一定要知道 老师我现在哪个板块比较弱 那我就重点去搞哪个板块 一定要有目标的 去给舍姐去解决你自己 现在目前存在的问题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谁给大家放一个 咱们陈彦老师般的 小片的这个才艺啊 它是鼓琴表演的 然后舍姐正好去 去一下卫生间啊 以上 一套 这位置 在这位置 诚 也 终于 人 我 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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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选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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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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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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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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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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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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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吧 可能可能 都能跳舞 如果 是为了我们 特别好 是吧 我差点 我 对不对 什么 如果 直接直接 我们选拥 第三空 来的时候 你要是 认真地看 太好了 从 先看 C 中文字 小诶 之后 是 像 day 我们 我觉得 好 中文字 我们 都会 大概的 去看 行 你都可以 我要 先 先 中文字 我们 那么 好 我们 大家 有 当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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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我们 我们 我们的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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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